OK 好沒關係 我們現在在樹林的工具現場 那這邊呢 現在正在進行這個油漆噴漆的動作 今天是禮拜天 由於這邊它是工廠場區 自地自建的這個房子 所以本身家裡是沒有限制施工的 那在我們要噴漆的時候呢 我們基本上來說 我們都要先做一些保護 包括有一些木座貼底的部分 還有窗戶啦 或者是門框的這些保護 那這樣子在噴漆的時候 比較不會去 在那個噴漆油漆的時候 不會去把那個周圍的一些框 或者是木座部分去污染到 那在最後我們油漆噴完之後 才會把那個一些保護的這個 養生膠膜把它撕開來這樣 現在目前這邊 天花板的部分我們都已經把洞 根據的洞都已經挖好了 為什麼要在那個油漆之前要先挖呢 因為它會有那個釘子跟那個腳材的部分 如果沒有先挖洞的話 到時候會挖到那個腳材 會把那個天花板的支撐腳材給挖斷掉 所以呢我們會在還沒有 劈土油漆之前先挖天花板的坦燈的洞 這樣之後我們到時候在油漆完之後 就不怕會挖到那個腳材了 所以它現在這個天花板燈具的洞的部分 全都已經挖好了 那看到這個長條部分 就是它以後冷氣機的這個 出風口的這個線草板的位置 它未來呢 分音式的部分 它是用那個下吹式的方式 那至於 主臥室的部分它送側吹的 因為這樣的擴散的效果 冷房的效果會比較好 現在目前來講 這個工地的進度已經 油漆的部分大概在兩天左右 就會結束 我們即將在禮拜四開始進來做系統傢俱的部分 那所有的這個木座的部分 大概這樣都完成了 只剩下這個客廳旁邊的偏廳這邊 還有這個格柵 因為這個供水的問題 它做格柵 但是我們現在沒有先試做 會等到油漆都噴完之後 再來把格柵定上去 但是它出體的那個 底框的部分都已經先上了 所以到時候呢 我們就會順著這個框的這個部分呢 去把這個格柵的一條一條的木格柵去做起來這樣子 那現在油漆的部分 今天也是大概天氣還不錯 所以油漆的試做的進度會蠻順利的 應該我們今天會剩下不到20%的部分 會在最後禮拜一禮拜二再把它做收尾這樣子 以上是這邊樹林這個工地的一個現況的一個直播 謝謝各位觀賞 謝謝各位觀賞